一出局之後要上場的打者是新農牛隊的第五棒 鎮達鴻 鎮達鴻目前的道磊十四是排行榜上的第五名 另外他的打擊率其實也蠻接近三成的 目前是兩勝九八 鎮達鴻之前連續四場比賽都擔任新農牛隊的先發捕手 不過今天葉俊章回來了 所以鎮達鴻今天是擔任先發左外野的工作 他擺在外野的話對他的打擊是有幫助的 他當捕手的時候打擊率有點下滑 那主要是壓力不一樣 捕手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雖然鎮達鴻是捕手出身 而且其實他自己也曾經說過 他比較習慣來當捕手 不過從數據上來看的話 確實鎮達鴻在擔任外野手費工作的時候 他的打擊表現是比較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了解打者習性方面還要多人 哇!結果這個球鎮達鴻沒有出棒 站著遭到了三陣 形成兩出局了 這是彼得這場比賽所投出的第二次三陣 今天頭手壓制的都很好 我們看這個球在內角的位置 有點在最後的過程當中有點轉進了 那鎮達鴻並沒有從頭盯到尾 我們就很開心 很感謝你 今天晚上的錢